美国乔治亚州又发现一个郡出现计票错误 这一定是乔治亚州第四个计票错误的郡 迪卡尔布郡在手工重新计票过程中 监票员发现9626张选票错计给了拜登 乔治亚州共和党主席沙福18号发推文表示 一位共和党监票员发现9626张选票出现计票错误 有一批选票被计成10707票投给拜登 13票投给川普 按迪卡尔布郡的标准来看 这种差距是不可信的 实际情况是1081票投给拜登 13票投给川普 在此之前乔治亚州已经有三个郡 陆续发现漏算选票 包括费耶特郡 弗洛伊德郡和沃尔顿郡 而这些漏算的选票多数是投给川普 然而乔治亚州州务卿拉芬斯伯格曾表示 这些选票的数量不足以扭转乔治亚州的选举结果 美国总统川普在推特上批评 乔治亚州的重新计票是一个玩笑 是在抗议下进行 尽管他们找到了数千张欺诈性选票 但是实际数字来自签名部匹配 州长必须解除违反宪法的同意令 立法机关需减入 川普竞选团队律师林伍德也转贴川普的推文 并表示川普总统完全正确 乔州是个腐败窝 11月3号当天的选举和重新计票都是欺诈性的 法院必须干预 阻止他们窃盗选票和选举 新唐人和电视张其林综合报道